街友遭壮没钱就医 美魔女淘钱松暖 高雄左营区玉成路 穿白色衣服的阿伯手脚裹着纱布 因为不久前他才被车撞到 我看车钉啊 让我车钉啊 我都跑了 然后车钉钉 我倒车钉了 原来这名75岁的成姓阿伯是名街友 14日凌晨2点多 牵着脚踏车准备去买水 但却被这辆黑色轿车撞到 手脚多处受伤 却不愿意就医 此时却出现了一道光 他就手脚肿起来看起来是骨折啦 他说他没事啊 他可能也吓到了 所以就觉得痛 然后他就说 不要浪费社会就是远账 就跟小孩子讲 叫他们回去拿2000块给他 我讲说那个 他可能是没有钱看医生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医生 这位善心美魔女掏钱给阿伯就医 看见他的咖喱饭被撞烂了 赶紧再买一份便当和汤品 让阿伯在救护车上吃 祝你鞋车有助 好 谢谢 而赵氏撞到阿伯的27岁 黄心驾驶则在撞击后 时空打滑100公尺 撞到电信设备箱踩停住 满脸鲜血 自省踏出车外 黄心驾驶被玻璃割伤 在亲友陪伴下坐上救护车离开 初步判断两人都五酒驾 应该是黄心驾驶为减速酿货 但详细证识原因 警方还要再调查 地方中心 高雄报道